小馬克思其實這次在A派 他受到了很多冷遇 對 他尤其跟那個 本來要見拜登 拜登沒見他 結果跟那個賀錦麗 我們隨節目當中 在一間露室裡面見面 對 內體流量很高 大家如果沒有跟上的話 記得去補課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訊號 也就是說 到底真的是美國在背後一直 慫恿這個小馬克思 還是小馬克思本身也有這個意願 對 這個就變成 這個就變成我們又要重新來推敲了 那不過小馬克思事實上 他完了以後又跑到這個 跑到夏威夷去見美國的印太軍 這個司令 應該司令部的司令 這個紫色意義也是非常的強烈 那也就表示他本人很有意願 加強跟美國的軍事方面的聯繫 那這個事實上的話 除了這個以色列 這個新的快速攻擊艇 那麼我們前面也知道 像這個韓國 像日本都對 都對菲律賓提供了相當多的軍事用的艦艇 大的小的都有 前兩個禮拜 日本還出售這個暗機的雷達 給這個菲律賓 所以菲律賓事實上的話 在這個節骨眼 他要出來抗中的話 事實上要支持他的國家是不少 那問題他必須要考慮說他要跟中國大陸 要到底要對立到什麼樣一個程度 那什麼樣的程度才符合他的利益 那事實上他在國內的政績並不好 國內政績並不好 而經濟部分的話 過去跟很多中國大陸簽的 這些經濟合作協議的約 很多報道說現在都停了 也就是說可以協助他在改善 這個菲律賓經濟上的很多 中國大陸的這個援助方案 合作方案 他都犧牲掉了 那所以他在海上 你知道這個不管是仁愛礁也好 或者說這個 這個 這個這個 黃岩島 來講話 你知道 一起 起仗潮的時候都看不到了 通通在水面下 所以完全是水面下的 水面下的礁石 又沒有發現這個什麼 這個這個油氣在裡面 那這個就不曉得 到底菲律賓他所求違和 在所求違和 那不過就是說他要破壞 南海行為準則的這個部分 相當的困難 因為南海行為準則是 大概幾個深所國 大家共同來談的 共同來談 現在應該是已經很多進展了 而這一個南海行為選擇 基本上像馬來西亞 像越南 像這個印尼 跟中國大陸 大概中間沒有太多的 直接的這個衝突了 剩下來就是菲律賓了 所以 大家 國家希望的什麼 希望是減少衝突嗎 能夠把這些不確定的這些 海上的這些好 領土也好 還是怎麼樣 資源的這個 這個相互使用來 盡早確定下來 為良策 那菲律賓是唯一跟主流的意見 也就是南海行為準則 這個好 越南也好 這個 馬來西亞好 印尼好 中國大陸也好 是背道而馳的 所以他如果要說 讓這一個 東協國家 尤其是越南跟馬來西亞 跟著他走的話 是違反越南跟馬來西亞利益的 所以到最後也是白忙一場 那不過整個來講 就是說 以美國來講的話 就是說 雖然在A派這個會議裡面看起來 美中關係有緩和的部分 可是在軍事部分 南海的衝突部分 你也沒有看過美國有示弱 有進行要妥協的這個情況 所以南海在菲律賓 馬克斯目前這個作為之下 它還是一個定時炸彈 對 所以就是把這個 雙方中美是和緩 但是並沒有和解 記大使簡單講一下 這個事情把日本也捲入了 對 因為沒有錯 待會這個影片 大家在這個中間的畫面當中看得到 對 現在就來播出 以色列整個講了說 英國公司所有 這個日本公司營運 其實他就一點沒有講 那個船的老闆所有人 是以色列人 對 所以這個是以色列人的一個船 它是登記在不同的這個船 船籍上面 那它好像掛的旗 好像是巴拿馬的旗吧 這個當然這個 我覺得這個 不過船上沒有以色列人 沒有以色列人 主要就是這個船的老闆 是以色列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胡塞 也不會就說這樣子的 胡闖亂打 這艘船的話 確實是以色列的船 以色列的船 當然以色列它這樣把它 把它好像跟它的關係把它 減輕一點 以免製造太多的這種恐慌 以色列的這個在海外的這個資產 不只是這艘船 你看到很特別的就是說 現在所有的攻擊 它的全程都記錄 而且釋出來的畫面都還是經過剪接 所以現在這種攻擊是什麼 我不知道是宣傳式的攻擊嗎 攻擊者都要把它全程拍下來 對不對 它從那個有沒有 從那個直升機這樣跳下去降落 到它整個進到那個駕駛室 它是全程的跟拍 跟在那個後面 這製造恐慌效應 效果就這樣子 這種行為的話就是 而且現在這種自媒體那麼容易 美國西方的媒體的壟斷 現在已經沒有了 這當然就是一種製造一種 帶個GoPro就可以拍了 對 帶個GoPro 它是計畫好的這樣做 可是西方國家去查 去扣押別人船也是這樣做的 對 大家都這樣做 這個事實上的話在這個 主要是靠近夜門水域 所以它有地利之變 它沒有靠大B的軍艦 它只要靠一個直升機 它就可以把這艘船控制了 所以我認為它照下來的原因 就是在對所有的以色列 新聞燈子才會大一點嘛 對 大一點 以色列的海外資產 以赫列其他的這些船 事實上的話 將來可能就不會走這條航道 那對他們來講的話 或者增加它的這些 以色列船隻的 海上的保險費用 你知道海上保險費用是非常敏感的 你如果說是以色列相關的 這些船隻的話 那保險公司立刻就給它增加 它的這種戰爭險的這種保險費 那是增加很多的 你不要看他們做這樣子的行為 它是有實際會產生這種 威責性的效果 而且對以色列造成困擾 進到了這個駕駛室裡面 有沒有 這影片全程拍得非常的清楚 它在這個後方記錄下了 這個所有的一個過程 有沒有 慢慢的進去 然後這個武裝人員 然後它的鏡頭 當然你看 把槍拿出來 整個甲板上 你知道這看起來好像 應該是還不只是一機拍攝了 可能還有好幾機在拍攝 所以這整個不只是一場攻擊行動 它也是一個宣傳行動 二合一的在一起 大家看到記錄下了所有的過程 在甲板上的一個掩護一個 那戴著面罩 穿著全副的這個 這個武裝的這個服裝 拿著長槍 開始進到了這個駕駛室裡面 然後就挟持了這個駕駛 大家非常的驚慌有沒有 立刻雙手舉起來 然後有的還這個立刻蹲下 或者是跪下 然後對 整個的過程 非常的完整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 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 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 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 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請按讚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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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